有意思嗎? 你本來一個檔案可以解解解解解,很小方便 我已經暫停了 待會兒開始再說啦 我們因為剛才有量過剛才量的東西 那我們這次就量剛才沒有量過的東西 我們剛才這個試駕可能他要幫我稍微 趕快一下,因為他架子比較正 看的東西會不會都不太一樣 就覺得盡色很貴 因為我們那個目的不一樣的 檢查的nail,稍微有點太一樣 這個架子袋沒有放得那麼舒服 所以要幫我稍微忍耐一下下 看我這樣還真是忍耐一下 罵到您的方便 請問我們, tabla 嘩 可以嗎? 我們都可以是需要的 就等一下 我讓你聽到這個 специ的碟子 你不看你 我一定不怕我嘩 你不怕我啊 你拿一個州外國 我還在平自來 我還在北京全部早日子 你姓吼,剛才在的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刚才我们视力都已经有测量过了 我们现在会看到的一个是眼睛对焦上面的一个协调度的感觉 好 第一个是前面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十字形的地方 它是两个是对称的 好 那眼睛前面会超过两个眼睛 两个镜片 它这个镜片是模拟三叶镜 好 模拟三叶镜的意思啊 就是两个眼睛是分开来看 右眼只有看到直线 左眼只有看到很线 好 第一个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直线跟横线呢 它是浮在一幕前面 然后它有可能会左右或上下的晃动 好 那想请问一下现在看到的这个十字的图案 它是维持对称的形状 还是说线条有一点点微微的偏调 微微偏调 那可以简单形容一下它是怎么偏调 橫的那一条会 左右上下 对对对 上下 还是左右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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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的那一条会左右 左右晃动 那还请问一下是偏左还是偏右 感觉就好 偏左一点 偏左一点 好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啊 它是一个中间一个黑色的眼圈 左右脸很晃晃 右眼是看到圆圈跟右脸晃晃 左眼看到圆圈跟左脸晃晃 第一个想请问一下 左右脸的框框感觉有差不多大吗 差不多大 左边大一点点 左边稍微大一点点 就是左边的整体都比右边大一点点 对 好 请问如果现在是这样看的 右边右 稍微大一点 好 这样子比较 接近的感觉 嗯 好 那你帮我闭起来 好 再张开来 好 然后就帮我闭起来 好 再张开来 好 我们张开来的第一瞬间 左右这两个框框 它会怎么样的一个 移动 在一起 好 在一起 整体来讲 左右两个框框 是有上下对齐的感觉 我觉得它有点像散开的感觉 嗯 嗯 所以上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上下的落差 但是 左右上下会动 上下会动 上下会微微动 微微动 那可以 行动一下它是怎么动 比方会是右边 右边 右上往下 右上 这样 左右会有点 左右晃动 对对对 有点像 有点分散 好 OK 它们有黏在一起吗 没有 那上下是没有太大的落差 但是左右会动 嗯 好 现在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 呃 我们右 我们的右边眼睛看圆圈跟折线 左边圆圈跟上下两个三角形 好 两个眼睛看的时候 中间的直线有对齐上下两个三角形 嗯 没有 那可以简单形容一下 它们现在带的位置是感觉直线角形偏左 好 感觉三角形偏左 对对对对 三角形偏左 那 请问现在是这样看的 还是偏左 这样对 这样对 这样的 近一点 有 有近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腿位 那 请问是这样看的 嗯 好像过头 右过头 过头一点点 嗯 应该是偏左一点就 这样看的 是这样看的 是偏左一点 他差利 leading差不多 好 对 这 然後他會讓我閉起來一下 張開來我們看到第四個圖案 第四個圖案中間有個黑色的圓圈 上下兩個三角形 大家請問一下 上下兩個三角形 感覺是在圓圈的前面還是後面 前面 那請問現在這樣嗎 三角形 後面 等一下我會讓這個三角形跑到前面 或者是後面 我們感覺在前面的時候就幫我們拿前面的感覺 在後面的時候就幫我們拿後面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囉 前面 後面 前面 後面 前面 後面 好 再來我們看到 一樣是三角形跟圓圈 但是現在多了三條的直線 好 現在感覺三角形是在前面 在前面 這時候三角形有對齊中間那一條直線 三角形偏右邊一點點 三角形稍微偏右邊一點點 就微微偏右一點點 微微偏右一點點 那想請問一下 現在三角形在前面還是後面 後面 後面有對準這條中間的直線嗎 對 也是偏右一點點 也是偏右一點點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 這個圖案裡面是人身上的複位 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的時候我們回來 現在前面有三排 每一排有五個圓圈 那每一排有一個圓圈 它會停在圓圈前面 可以看得出來 這三排是各拿一個圓圈 對不對 第四個第二圓圈 正確的 那這三個圓圈圈會比較難分辨嗎 第一個中間的一個最右邊 前面有紅色綠色的背景圖案 前面有四個同心圓 我遮住這一個圓圈的時候 因為你看到三排圈圈 那三排圈圈圈 那三排圈圈圈 是哪一個圓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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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中邊的紅色黑一點點 紅色黑一點點 紅色黑一點點 那想請 所以如果是現在這樣看 綠色好一點 左眼下面兩個 紅色比較好 綠色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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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喜歡這樣看 就差不多 接近一點 orada 哪一種 有 有 我們也有 bloom 好,請問一下,我們現在兩年一起看第三排的印證負面上的椅子 就最小嗎? 對,比例的東西,比例的東西都是正確的 我現在放上一個鏡片,再一個鏡片來看 貼近一個鏡片,再一次 既然會有什麼差呢? 有什麼差,不會有什麼差呢? 非常好多,我本來就是... 就一個鏡片我再放上來 就一個鏡片,接著我放上來 是要右影比起來嗎? 不用不用不用,就兩個一起感就好了 好,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沒有太多的感覺 沒有太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因為我剛剛眼睛檢查不入數 那我剛才看的就是這些圖案 我剛剛不管哪一個圖案 他主要都是在看我們兩個眼睛肌肉對焦協調的狀況 好,那理想 剛才我們複習幾個圖案 第一個是十字,它是一個很對稱 第二個,上下的左翼框框 它也是很對稱的 在裡面的鏡片的時候 再來到這個 實現身腳應該都是很對習的 那如果剛剛看到的感覺 現在是很像或是一樣的話 大概你兩個眼睛肌肉是非常多 對焦的情況都是非常好的 那剛才放上那個鏡片 我再快速努力一下 剛才這個工具 兩個眼睛是分開來看的 各自看各自的 沒有放的時候是一起看的 就是模擬看你眼睛 把兩個眼睛的 分開來 分開來的時候 兩個眼睛可以最治療 休息的位置 剛才我們在看這些圖的時候 有稍微一點點小小的小偏差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眼睛在最休息放鬆的時候 它是偏差的 但是你只要認真你想要看東西 大腦對焦眼睛去把它對焦起來 對焦起來 對焦起來 那沒有對焦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對焦你再看到兩個眼睛 有某些人會看到兩台東西 兩台東西 那就是它的大腦 沒有辦法控制肌肉 去讓這個對焦 比較好的去完成 好 那這個對焦當然 現在可以用鏡片的方式 去讓它 不用靠眼睛的肌肉力量 靠鏡片 去讓它對焦 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輕鬆 相對輕鬆 那有一些人是已經 這個問題很老很久 他已經有一些 不理想的 代償性的 現象發生了 那 但是這些檢查 它是會檢查 我們最實際的 我們還是要回歸 看東西到底有沒有差 那我們剛才 我們修熱的是肌肉的對焦 所以它不是度數 不是度數的時候 它不會讓你一點肌一點肌 它有可能 如果說你有感受的話 它有可能會讓你感覺到 這三排的英文字母 毛邊的感覺 或許會比較少 比較 收斂 有些人就會覺得比較乾淨 那 有些人會覺得說 對比度變得比較好 對比度的意思就是 黑的字變得更黑 反正就變得更 就更 更 更 就是更 有一點點像是 以前 有些人形容 安卓手機 或者iPhone手機 或者是畫面升級 你的VD變成 虛偽的感覺 有 某些人明顯 它會這樣形容 那 如果說我們放上來 什麼感覺都沒有 一點感覺都沒有 好 如果 如果是一點點都沒有的話 這個意思啊 它代表是說 我們現在眼睛 我們自己眼睛的肌肉 它還有足夠的力量 去彌補這一個 差異 對 所以 自己眼睛在彌補的過程中 它就不需要 所以你在外面放上去的過程 感覺 眼睛又重新對焦 那個就是 就是 它就是這樣 對 因為它本來是靠自己去拉 但是我現在有一個鏡片的外力去協助 那我就會用 可是我眼睛又再去拉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說你原本眼睛是 原本你的眼睛是這個樣子 你看東西才有拉 我協助的時候 它是放鬆的 但是它放鬆是回來的 但是實際上你看東西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其實是平常